你問我答 睡一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你問我答 昨天早晨跟胡主播在電台裡聊到了一個關於失業不足精的問題 那麼這位朋友這個問題本來希望是在今天講的 胡主播昨天也說了一下 因為可能很多人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可能不同的聽眾朋友不同的時間 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再重新來講一下這個情況 這位朋友是這樣說 他在達拉斯上班 然後呢 報稅是在加州 那麼不知道這個失業金領取是應該在我們德州申請嗎 還是在加州申請 這個問題呢 實際上關係到就是說 真正的來講 就是你這個報稅 你個人報稅是在加州 可是呢 公司幫你做那個工資的時候 是說把你當成我們德州的員工呢 還是加州的員工呢 不一樣 如果他認為你是加州員工 那麼他會在加州幫你報這個稅 那麼你這個領取失業金呢 就必須在加州 如果這是認為你是德州員工 他申報這個失業那個稅的時候呢 是申報的是德州 那麼你可以在德州申請 這裡頭其實比較簡單的一個原則 就是我們在說某個公司來雇我 這個公司是哪個州的 不一定是我就是這個州的員工 要看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如果德州的公司 可是你在加州上班 那麼你是加州員工 那麼就會在加州報這個稅 所以如果你是這種情況 是在加州報稅 生活在加州的 那麼可能應該在加州去申請 但是如果你是在德州上班 那麼我相信你們公司不會在加州為你去申報這個 這個失業稅 你應該是在德州的 因為你在德州上班 那麼我不知道 具體情況個人不一樣 你為什麼會是在 如果這種情況的話 一般不會在加州報稅 因為如果你是德州居民 到加州報稅的話 那無疑是都報了一個加州的所得稅 我們德州是沒有的 那麼如果是這種情況呢 有可能 你說是遠程上班是在加州 那麼你這個錢是在加州振的 所以應該算加州居民 最簡單的辦法 你可以看看你在W2上 你有沒有幫你預扣加州的所得稅 那麼如果預扣的話 那麼相信你的雇主認為你是加州員工 那麼應該會在加州幫你審報了那個失業保證金的那個水的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 另外呢 你也很簡單的 也就可以問問你的公司 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再一個簡單的辦法 你直接向那個失業保證金的那個機構去申請 他一看你沒有報過稅 他就會說你不屬於我們這邊的 所以你一查一就能查到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比較簡單解決的一個問題 只是說你在報稅的時候 您自己報稅 如果你要是確實是在加州上班的話 那麼你可以想辦法做成你是加州居民 這樣呢 你可以避免加州的那個所得稅了 否則的話 你加州的所得稅交的有點冤枉 所以呢 這個提醒大家一下 好的 我們今天這個問題就簡單的討論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二這個時候再見 謝謝大家